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十足的虚伪和双重标准 澳大利亚驻华使馆还在中方有关部门要求记者配合调查后 安排其进入驻华使馆以躲避调查 这些行为完全超出了领事保护的范畴 实质上是在干扰中方依法办案 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 美方此举显然与新闻自由无关 完全是精心设计故意碰此找茬 美方希望发表文章是假 社局栽赃中方是真 美方谈订账 棒 武帅 柸 谢谢大家